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金大叔平时在家基本就是这个动作 偶尔需要动一动 也只能蹭着走 金大叔的老伴去了外地 几个孩子工作都挺忙 平时金大叔多半一个人在家 最近金大叔总在翻日例 他这是数什么呢 金大叔说他想看歌舞表演 是电视里的歌舞表演吗 抗头上就能演出节目 金大叔的愿望也太难达到了 这一天金大叔的家里来了一个中年女人 大爷好啊 来了 好长时间没过你拍照 你最近很想看我们节目吧 哎呀想你演出的这个什么小平啊 什么呢 金大爷以前是他每次都很喜欢看我们演出节目 特别是那个我们演的那个朝鲜族 那个三老人那小平 赌场这个等等 但这两天他没来 我们也最近了解他情况了 好久没看到你们了 这么来就很高兴了 演员洪美玉跟金大叔说好了 选在端午节前的6月16号这一天 提前给他做端午节的表演 谢谢 金大叔开始数日子 一天天过去了 6月15号这一天 金大叔和邻居们就开始准备上了 您看 这位大婶咬了一瓢水到米里 泡着一盆米 是准备包粽子吗 做打糕 啊 做打糕啊 这是什么米啊 粘米 粘米叫泡以后那个糕了 原来这盆里的米是糯米 经过清水一夜的浸泡 第二天上午年度够了 才能进一步制作打糕 按照当地风俗 端午节当天 太阳还没出来之前 村民们就穿上最漂亮的朝鲜族服装 相约着到外面采些野菜 您看他们三五成群的来到地里 有说有笑的 不过他们只盯着一种植物材 这是什么呢 艾蒿 这些绿油油的艾蒿采回家 也是做打糕用的吗 一会儿我们看看就知道了 在金大姐他们采艾蒿的同时 屋子里的大婶也忙上了 昨晚泡好的做打糕的糯米 现在要放进蒸锅 这边采好的艾蒿被拿到金大叔家里 金大叔和乡亲们 把一部分艾蒿编在了一起 大姐把编好的艾蒿挂在房檐下 金大叔把一些散落的艾蒿 放在了窗台边 这有什么作用呢 这也是朝鲜族过端午节的一个习俗 艾蒿阴干之后 可以用来做药或者熏蚊蛆虫 金大叔腿脚不变 有愿望就要实现 端午节前忙准备 亲戚朋友来帮忙 糯米泡上艾蒿采回 这里的端午到底有哪些不一样 请继续收看金大叔的别样端午 而朝鲜族过端午节时 艾蒿还有一个重要用途 那就是用来做艾膏 您看 现在需要做些准备工作 把一些艾蒿嫩液洗干净 艾蒿好高点 洗完以后得在那个锅里蒸 没说习惯就是端午节吃 这边金大姐又开始忙着 做另一样朝鲜族特色小吃 米肠 大姐说 米肠是用洗净的猪肠子做的 猪肠里放的是猪血 猪肉 糯米 葱 姜 蒜 及各种佐料 最后再上锅蒸 金大姐他们的米肠已经灌好 艾蒿也已经洗干净 刚才放进锅里蒸的 做打糕的糯米也已经熟了 拿呀 好了 金大姐他们几个人端起装好的生米肠 蒸好的糯米饭和洗干净的爱好走出了家门 他们要去哪呢 原来为了庆祝端午节 村子的小广场上已经有很多村民忙开了 柴火烧的通红 大锅烧的滚烫 村民们要一起做打糕 米肠和动物节特有的爱糕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米肠 村民们把灌好的米肠放入煮开的水中 这样半个鞋子只够了 这个是猪肠吃完了 切好的米肠装盘上桌就可以吃了 米肠做好了 爱糕还没开始做吧 大姐们把爱好糕在开水里烫一会儿 烫熟后捞出 加水 放到大米面一起搅拌 搅拌好以后 把馅有爱糕的大米面 像这样一块块的放到蒸锅里 可是蒸熟了就能做成爱糕了吗 蒸熟以后再放到石板上面继续倒 爱糕的制作过程还真不简单 敲打了五分钟 这大米面怎么又被放回盆里继续揉了呢 村民们说 这是为了让爱糕的滋味充分融到大米里面 现在爱糕团又被揉开 切成小块 这个蘸的什么呀 蘸油的好吃 蘸油 这样的 这也没好 这热油啊 热点 你看 几乎是经过了9981回揉搓 这爱糕总算是做成 等待大伙品尝了 再看大姐们从家里端出来的 做打糕的糯米饭成啥样了 这糯米团够粘了 现在拿到石板上 开始打 这么一盆打糕可不方便入口 大姐开始做最后的加工 切下一小块打糕 根据自己的口味 蘸上豆馅或者白糖 新鲜的打糕就做好了 就是一样嘛 因为是很小的 还是一个什么大豆腐 您看 这位大姐往盘子里摆什么呢 眼看着就要到上午十点了 金大叔的亲戚朋友 已经帮他准备了不少的好吃的 准备迎接尊贵的客人 听说金大叔要迎接尊贵的客人 亲戚朋友都帮他忙活起来 一大早就开始做打糕米肠 还有端午节特有的爱糕 哎呀 想着我的口水都快流下来了 端午节的美食已经准备就绪 金大叔和乡亲们 能等来文化馆的演员吗 他们会给金大叔带来哪些精彩的节目呢 爱糕 米肠 打糕和各式小菜 朝鲜族乡亲一起准备过端午 炕头上的歌舞能如约而至吗 请继续收看金大叔的别样端午 金大叔特意穿上了漂亮的朝鲜族衣服 推销不怎么方便嘛 在那个前面那个广场他们演出 他们他都不方便过去 最好是到我们家来演的话 我爸会挺高兴的 愿望是美好的 不过文化馆的演员们 还记得金大叔的心愿吗 我知道那个金大叔的愿望 所以我们想过去 那个让他们好好过端午节 完了所以我们回来了 那个跟同事们和那个领导们商量了 最近我们那个准备好节目 我们准备一个作业的节目 这次的炕头演出 和龙市文化馆精心准备了十个节目 这其中有金大叔最喜欢的三老人小品 有朝鲜族特色的长鼓舞和歌曲 金大叔和亲戚朋友们看得津津有味 连不会说话的小松女儿 以兴奋的瞪大了眼睛看 金大叔和亲戚朋友们看得津津有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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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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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